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豆豆 其实大家总结一下规律不难发现 每一年但凡这个组有忽兰 大概率是会被叫做死亡之组的 它就像我们公司的柯南一样 就看起来人出无害了 眼镜片一反光 嘿嘿 就一个人要走 死神 很被动 很难受这种感觉 我很讨厌 我其实一直试图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我发现我的生活 有时候像个柔术大师一样 动不动给我反关键摁在地上 你疯不疯 我前段时间在某鱼上 卖一口煮面锅 朋友们 说到这提醒一下大家 你们不要去买那种 听起来用途特别具体的东西 煮面锅 我就是看韩剧里的朋友 用个小锅煮面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买回来发现 哎 我原来的锅好像也可以煮面 还有床上桌 我就是看韩剧里的朋友 坐在床上用个小矮桌吃面 也太香了 我就买了一个回来 我现在经常扮演起来上厕所 被那个床上桌卡住 甜甜鬼压床 我就想在某鱼上给他卖了 上面有个潜规则 你可以选择同城面胶 省下一笔邮费 有个大哥也联系我 他说我也在上海 我想给你面胶 我说行 他说那你来人民广场地铁站 我就坐地铁去了 快到的时候他给我发信息 他告诉我他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 我一出地铁 我就看见那个男人了 我就想我赶紧把锅给他 他一付钱 完成这一笔简单的交易 对不对 但是他一句话就拿捏住我了 他说 这人太多了你跟我来 你们有没有完全丧失过主动权 那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卖家 真的没有什么尊严 因为相比较 他想要买到我的东西 我更想要他的钱 我不由自主了 我就跟着他走了 然后他就出站了 我不想出站 但是他出站了 我就只能跟着他出站 到了站口的一个小公园 他一看四下无人 他说来拿出来吧 我就像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样 开始指证自己的作案工具了 这个是锅 这个是锅盖 这个是送的勺子 他演得好好 今天今天的状态好好 是 是 不知道为什么 他带着角色开始审讯我了 他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买呢 我也是一时没有考虑清楚 我再也不会了 回去以后留下了一条评论 说现在经济是不景气啊 明星都开始卖锅了 还是面交 还有体检的时候我也特别讨厌 我感觉体检的那天 整个人特别被动 你不受你控制 对吧 你体检之前 你都得遵守很多的规则了 你要调整自己的作息 早睡早起 按时吃饭 不要喝酒 前一天八点钟以后 你都不能喝水 朋友们 我觉得这样查出来的数据不准 不是那种医学上的不准 是你心里知道 它不准 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 八点钟以后不要喝水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这帮人都是八点钟以后 开始喝水的 你渴了一天了 能不喝水吗 我有个很极端的想法 就是我希望得到一种体检数据 就是我在体检之前 过上一段时间放纵的生活 灯红酒绿 纸醉精 李旦那样的生活 我最好体检那一天 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去 查出来的数据 可能确实有点恐怖 有那么几个小箭头 但你知道 你生你的极限就在这了 以后咱们不要超过这个 That's your line 但我嘴上这么说 我心里怂得很 我想来都来了 我还加钱去做了一次 无痛的长径 你们有做过长径吗 朋友们 没有 如果你没有做过 我强力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去试一次 你没有体验过 你的人生不完整 如果你做过 你不完整 给没有做过的朋友 简单地科普一下 做长径啊 你是要换上一条长径裤的 其实就是开裆裤 不太一样 它的后面有一块遮羞布 这块布非常的重要 它是你守护 人类文明的底线 我发现长径裤 有一种魔力 就是你一旦穿上它 你整个人会变得 非常的得体 哪怕你平时再彪悍 再鲁莽 再不讲道理 你穿上长径裤的那一刻 都会像一个淑女一样 我这么好动的一个人 人生当中 我第一次这样坐下来 这么好的产品 应该推广起来嘛 对吧 你出个条例 难得吃烧烤 只能穿长径裤 无痛的长径 是要打麻药的 在上海 全国很多的医院 都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你要做全身的麻醉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家属的陪同 我在上海没有家属 我就去问了女朋友 我说你能不能当一天 我的家属 快吧 我说 我去做个长径 我最后是被我的女朋友拍醒的 朋友们 麻醉醒来 是一次非常好的 检验你爱情的机会 因为你处在一个 很虚弱的一个状态 她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应该是非常温柔 非常体贴 充满人文关怀的 你在里面怎么样 我好担心你 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来 看镜头 你以后最好对我好一点 你要知道 其他明星被捶 被放出来只有微信截图 我有你的遮羞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霍兰 我上周刚过完我33岁的生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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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其实没过 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 这几个月累的 两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在这个台上 我说留给我大气晚成的例子不多了 我最近觉得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 我已经不想大气晚成了 我现在只想喘口大气 而且经常有朋友问 你说你为什么选择做脱舞秀啊 那是我的选择吗 那是我没有选择 我也想唱跳 我也想成团 但你想想看 我建国礼担成个团 我们敢成你们敢看吧 你想 我们三个加起来 一百来岁 五百来斤 一通唱跳之后 站在台上喘的 喘都不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发现 一个人不喘了 有比不喘更可怕的 就是真的 到我这个年龄 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 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 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 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 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 我小的时候不这样 没学区房 他跟天天瞎玩 在东北冬天 什么堆雪人 狗拉爬里 之前还有上海朋友 问我说 那狗拉爬里 你们那都是真狗吗 我说不是 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 现在小孩啥都学 什么骑马 滑冰 还有小孩学钓鱼 我说钓鱼 退休之后的技能 现在就要学吗 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 我有个广东朋友 家里小孩学烹饪 那么点小孩 吃饭都费劲呢 你让他做饭 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 我都怕他掉锅里 把自己做了 我都不忍要问 我说 这就是你们广东的包仔饭吗 我看过那个小孩 做出那个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 小孩还挺懂事 拿去给他妈吃 他妈看了眼 说妈妈不饿 给爸爸吃 多给爸爸 爸爸说爸爸不饿 给爷爷吃 爷爷也不饿 真的是一人做饭 全家不饿 其实做饭没那么费劲 对吧 只需要一套 做饭不难的三好厨店就行 滑地厨店 三好厨店 好用 好看 好清洁 很多人说你说这些 小的时候学的这些 长大都是技能啊 真不一定 你们听我唱歌吗 但你们能想到 我小的时候学过五年钢琴吗 我舞音不全 我妈还让我练钢琴 她说没事 琴能补捉 我弹的琴 五音缺四音 只剩一音 噪音 我们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学小气琴的 用现在的话说的 那是卧龙凤厨 但那个时候 我俩觉得那就是高山流水啊 那是余波牙 遇上了中子期啊 我俩就每天给全楼儿展示 木头到底还能发出 什么样的声音 我没有准备好生孩子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看别人买游艇 买画出去旅游 我不羡慕 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 但我一旦有了孩子 我很害怕 孩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爸爸 为什么隔壁大尾 他能上狗鸡学校 我上不了 我没法跟他说 因为爸爸穷 但爸爸很快乐 我只能一个月两万块钱 拼命把他送到国际学校 等他放学 花了这么多钱 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呀 然后他给我唱了首 《雇佣者》 我看着他心里只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吗 但一想唱得这么难听 还能是谁的孩子呢 我只想跟他说 你快闭嘴吧 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 我还得给你买钢琴 现在小孩梦想太花了 对吧 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 我侄子六岁 爱看说唱 天天在家唱楼 就说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去学校里面问 老师说长大想做什么 想当rapper 老师居然还支持 你们真的是 实在好了变了 放以前 老师只会说 你们不好好学习 长大以后 你也是个rapper 他也是个rapper 我小的时候梦想 其实比这还宏大 我想当英雄 我看三国 我觉得长大以后 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 后人会拿那个史书说什么 刘备率军 二十一万攻打 襄阳 我爷爷刘备大英雄 长大以后发现 就是鱼晕重重的一个 无名之辈 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说 快看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襄阳 人家说你爷爷是刘备吗 说不是 说那二十余万里面 有你爷爷吗 说也没有 别着今晚下看 刘备率军 二十余万攻打襄阳 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别看我说这么多 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孩子 可能也会送他学这学那 我们总说 别让孩子试到起跑线上 拿什么固定起跑线 哪人多 哪就是起跑线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大家好 我是霍兰 上一场 李淡把我带他炒股 和他离婚并列 成为他的两不大姓氏 李淡实际是我徒弟 跟我学炒股 法号误赔 李淡聪明 学东西快 但凡学慢点 都不至于赔这么多 有时候我觉得挺对不住人家的 套得这么深 还学得那么认真 现在我俩人一出去 都说 哎呀 脱口袖 跳完 其实现在我已经不用教他了 对吧 他现在亏得比我多 但出于蓝 而胜于蓝 而且其实 理财这事 我家是有传统的 每年春节 我家最隆重的不是除夕 是初五 这边叫赢财神 初四晚上我妈就说 面子要早点起 赢财神 我说现在都不让放炮 我拿啥赢啊 他说你就开开心心的 给我笑赢 后来我查说 放炮不是为了赢财神 是为了驱穷鬼 因为有响声 所以驱穷鬼 但现在不让放炮啊 初五我早上起来 一看客厅 看见我妈在那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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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驱穷鬼 关键是 他也不开个门 不开个窗 我说你把那个穷鬼 从你屋去到我屋 而且根据我妈的行为 我今年的理财状况 我觉得穷鬼 就是被我妈 关在我家了 现在赶都赶不走了 穷鬼说我现在呀 非必要不出门 我今年上半年的 理财状况怎么说呢 脱穷鬼的福啊 隔离两个月 APP张单显示 我消费了两千多 股票亏了五万多 但没有办法 股票是我在那段时间 唯一能买到的东西了 没人跟我抢 菜越抢越贵 股票是越买越便宜啊 而且股市是那种 为数不多的 花了钱也买不到尊重的地方 你看股市那个用词 买了个股票 说什么市值 动不动 蒸发了几百亿 就你偷了抢了 它还有个地方 这蒸发了 都没处说理啊 我就不明白 我说你这股票 到底有多少水分啊 怎么天天蒸发 而且你在想个事 就是业态到气态 叫蒸发 人民币那是固态啊 固态到气态 那叫升华 所以说我们没有亏 只是我们的钱 都升华了 上半年前几个月 我在股市的室内求生之后啊 开启了真正的室内求生 因为我被隔离在酒店 你看他们隔离在家 我被隔离在酒店了 而且是为了工作 纯是为了工作 公司让我去的 去之前公司说 带好五天的换洗衣服 五天的换洗衣服 在我听来 那就是不用带换洗衣服 我没想到要这么久 最后没办法 用自己手动洗衣服 而且那个时候 洗衣服的时间点 真的很难把握 我这边刚洗完 那边打电话说 下楼做核算 我说我裤子还没干呢 他说那你换一件啊 我说我没有啊 我也能理解人家 你知道你怎么上报吗 酒店全员36人 35人核酸阴性 一人裤子没干 而且在酒店里面 吃饭是个问题 没办法做饭 你看他们讲什么 抢菜抢菜难 我连菜都没法抢 我得抢外卖 抢外卖比抢菜难太多了 因为我得等那个 饭店老板抢到菜之后啊 我就靠抢不到外卖 瘦了20斤 很多人问我说 你靠什么捡的肥 我说主要是靠手速慢啊 以前减肥是要努力的 现在不努力 肯定是要减肥的 而且你想想 真的 越饿越慢 越慢越饿 恶性循环 而且我抢到外卖之后啊 要分成几份 规划成几天吃 这是真事 因为我知道 不要把鸡蛋 都放进一个肚子里 本来寻思 风之前 我还带了两罐红牛进去 我心想这不叫能量饮料吗 就吃的不够 实在不行 喝罐这个也能顶顶 后来隔离之后 喝了才知道 这晚上越喝越饿 后来一查才知道 能量饮料 指的是喝完之后 人能散发能量 这都傻事 你能想象吗 半夜一个人 坐在那儿 在宾馆里散发能量 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什么都没说 就像过去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啥也没发生 谢谢大家伙 后来 我今年26岁了 今年上半年生活在上海 说实话 真的有一点失控 打乱了我原来的计划 我原来计划 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 minimalist 我强迫自己搬了一次家 做断舍离 我给我的新家 搞得像一个展一样 你一推门进去 就一个吊灯 一个新程器 没了 我在我家说话 都会有回声 我跟外婆打视频电话 她说你还好吗 我说还行 还行 然后疫情就爆发了 我家空无一物 一尘不染 我在跟外婆打视频 想要寻求一些安慰 她开始嘲讽我 她把柜子打开 她说 瞧瞧这些都是什么 好 我小时候外婆带大了 这个人你们 或多或少有听说过 对吧 全中国最会亮入围出的女人 我也是她省钱的重心 我感觉她的钱 就在我身上省出来的 她的教育理念 跟当时提倡的也不太一样 再苦先苦孩子 再穷先穷教育 小时候从来不给我订牛奶 从来都不 其他孩子 做完课前操 可以领到一袋 带一桩的牛奶 补充一下能量 补充一下营养 只有我 从小学一年开始 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温杯 里面是外婆 精心为我调配的白开水 其他的孩子 身体越喝越好 越长越高 只有我嗓子越喝越亮 作为也是越来越靠钱 我们那个时候 放学的时间 下午四点钟 很多家长都没有下班 学生推出了一个 托管达一课 你可以多交一百块钱 多待两个小时 有什么疑问 你不懂的 你问老师 外婆怎么可能 给我交这个钱 三点半都在我们教室门口了 时间一到 走 我没有工作 她也没有疑惑 走 所以现在开始 报复性消费 报复性生活 我一解封 就跟女朋友出去玩一趟 我觉得情侣之间 有机会 一定要出去旅游 你们会发现 你们身上有很多 不合适的地方 我出去玩 真的 我怎么说呢 我想事比较简单 我喜欢订酒店 我觉得酒店的下线 就在那了 我的女朋友 她喜欢订民宿 而且她对一种房型 非常的感兴趣 Laugh 好像很多女生 都是这样 对不对 而且她只对里面的 一个部分感兴趣 这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 这个楼梯 如果在她家的门外 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她一步都不想走 她坐地铁 看见楼梯 她会吓一跳 但是如果她家有楼梯 她可以在上面拍一千 而且你们觉不觉得 Laugh的这个发音 也太具有迷惑性了 Laugh 你听起来就特别小子 对不对 太具有迷惑性了 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 那种南北不通透 睡觉在楼上 洗澡在楼下 周围都是办公室 产权 只有四十年的商住两用房 她会觉得 你是不是心里没我 但如果你跟她说 我给你租了一个Laugh La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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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觉得 哦 你是要跟我求婚吗 哦 哎呀 怎么走 怎么 起一台脚 三灯啊 三灯啊 我们是去海边玩 她租了一个海景落 她说我想看日出 我说我不想看 她说好 我们明天一起看 女生就是想 她把她的计划 告诉你的时候 你已经是行动 你的一部分了 她查询了日出的时间 5点21分 她订了5点19的闹钟 相当激进 这个人 就给太阳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晚上是太阳 我会紧张的 你知道吧 5点19 朋友们 我一天当中最弱的时候 你可以一拳打死我 再美好的东西 我都欣赏不了 她非常兴奋 非常开心 弹起来 冲到露台上 开始摆post 其实女生看日出的诉求 非常的简单 对吧 拍几张好看的照片 刚才说实话 我们那天没有看见日出 因为她订了那个海景loft 有两个露台 一个朝南 一个朝北 她说你怎么不提醒我 我说你订了海景房 你看不见海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们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们明明没有看见太阳 但我们都觉得 我们的背后越来越热 谢谢 豆豆 咱们三个一块拍点的 就是说 她说 她说 那个房产商 如果跟你说的是实话 然后什么 什么南北不通透 两层楼 什么 什么看见窗户 但是她们起的名 就老夫她 就是那个 很巧妙 就是那块 我就特别怕那个房子 所以听着很有感触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吸引了女生的 大玻璃 对 落地窗 对吧 那终极车门战 马上开始 有请第一位选手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豆豆 今年25岁了 其实对于一个男生来说 25岁是一个很微妙的年龄 你生理上的那个开关 基本上就被关掉了 对吧 不会再长了嘛 对吧 我现在妹妹洗完澡 都会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 OK 我的身高呢 就定格在了1米68 这其实是一个痛点 我现在去坐地铁的时候 和很多女生一样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人 属于我自己的杆子 我心里才会有安全感 我要么扶着她 我要么靠着她 我要么抓着那个吊环 因为我一般抓不到 上面那个杆子 我只能抓到那个吊环 而且吊环一般都会有个广告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巧妙的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是 我跟庞博两个人去公司改稿 早高峰非常的急 我们被人流涌到了车厢里面 谁都没有抓到杆子 我心里非常的紧张 果不其然 车一开我就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庞博就扶了我一把 然后他对我说 你可以抓着我的包 当时我觉得我好娘 但是我想他也没有抓着杆子 他是怎么站住的 我就抬头看他 哇 庞博用手顶着那个车厢的天花板 像钢铁侠一样 他好闷啊 25岁这一年也迎来了自己人生上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也交了自己的女朋友 我也发现其实爱情好像也不全都是美好的滋味 对吧 我们也在一个磨合的时期 我的女朋友呢 她分不清东南西北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分不太清 对吧 对吧 年轻人不太会用这种old school的变味方法 对吧 大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找自己的参照物 对吧 我的女朋友就是三个参照物 全家 星巴克 地铁站 每次的地方问他 你站在那儿 啊 我在全家这儿 旁边有个星巴克 后面就是地铁站 在上海这三句话 你说得像没说一样 你站在任何一个地铁站 放盐望去四个星巴克 我女朋友出门以后 她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只看导航 她只看导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一个女生看导航 我女朋友点开那个手机软件的时候 那个导航软件的时候 她会先跟着那个光标 转上那么一圈 像一只净化的数码宝贝一样 她得先跟那个光标呼应上 然后她就把自己托付给那个光标了 她会把手机卡在自己的胸口 鼻尖锁指的方向 就是目前光标行进的方向 行吗 而且我们都用过导航软件 对吧 你刚点开它的时候 它的GPS信号不是特别的强 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 我女朋友大概走出去十米 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 她会有一个 非常迅速猛的转身 那个转身有没有玩过那个神庙逃亡 就是那种不做任何准备 没有任何思考 那个转身快乐 姚明的防不住 这个梗确实有点竹男 阿宁卡卡 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说她要去个什么地方 她说她来导航 我就跟她来导航走 到了一堵墙的面前 她停了下来 是那种很淡定的停下来 没有很慌张 没有啊 这是哪里 没有很淡定 感觉她在等这堵墙 感觉她在合这堵墙排队 我在边上 我很着急 我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这是一堵墙 我知道 但是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不 您知不知道墙是什么意思 墙的意思 就是拒绝的意思 Refuse 秦始皇当年为什么要造长城 为的就是让那帮敌军 来到这堵长城下的时候 走吧 长城 这怎么的 观众是我女朋友 她可能会改写历史 对吧 我看导航说这里要执行 哇 压力吃 她要是直接赐奔了 那是女生 25岁了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今年也办了自己全国的巡演 去到了很多的城市 我发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里 都会有这样一个违禁品宣传片 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 你不要往地铁上带 我觉得大家大概的意识里 是知道我什么东西 不要带到地铁上的 但是这种宣传片 它往往拍得非常的奇怪 就是会有一个大哥 他拿着一箱子 所有不能带的违禁品 放到那个安检仪上 然后那个安检人员 小姐姐会跑出来 这个 嗯嗯 然后那个大哥 你们去想 那个箱子里装了汽油 硫酸 烟花 这么大一个违禁罐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 没有一个人 他的爱好是去搜集 所有的地铁违禁品 装在一个箱子里 也不盖个盖子 像一盘菜一样 端着那个安检仪上 说我今天叫富贵显中求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然后终于轮到 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然后有一点兴奋啊 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相当于是 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 这个样子 是这样的 就今天是我第一次 参加这种线上节目的录制 所以我就特别的激动 就特别的 特别的重视 我们今天这个录制 就为了今天这个录制 我来的时候 我是就专门用洗面奶洗的脸 就在中国喜剧圈 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就不是很多 就能让我用洗面奶洗脸的节目 也就只有这一个 就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节目 就都不让我上 这个样子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为了准备这个节目 我还去烫了个头发 对 其实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故意烫的 就过程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就想去剪一个 好看一点的头发 然后准备录节目嘛 然后我去了之后 那个理发师就问我 他说你打算怎么剪呀 我说我想把这两边留长一点 他说那你这个长度 适合烫一下呀 我说我没有烫头这个打算 我就是单纯的想留个长发 我说你先给我剪吧 然后他咔咔咔咔 一顿操作就给我剪完了 剪完之后 他就很自信地问我 就是剪得怎么样 我说你要不给我烫一下吧 因为当时我盯着镜子里 他给我剪完那个发型 我就在想赶紧给我烫一下 就不能再让第三个人 看到这个发型了 就丑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如果不给我烫一下 我出不了那个门 就被封印住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我跟我朋友 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我 他说哎呦何广志 看不出来你还有偶像包袱 我说你是没见那个发型有多丑 我那都不能叫偶像包袱 他就是个包袱 人类的包袱 而且当时就是他 给我剪完之后 我除了烫 我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因为他已经给我剪完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没有退路了 就我的退路都被他剪断了 我就只能再赌一局 你如果长得比较好看的话 就你可能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像我们这种 长得不好看的 就当我们被剪了 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憋屈的 因为当我们被剪了 一个很丑的发型的时候 就我们是不太敢怪罪于理发师的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也有责任 所以说我剪头发 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 就是前面两分钟 我刚跟那个理发师 就友好的沟通完 该怎么剪 然后他开始给我剪 结果剪着剪着 我们俩就都沉默了 这时候我盯着镜子里我的头发 然后他盯着他的手艺 我们俩都没有说话 但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 脑海里都飘过同样一句话 就是 这也不能全赖他 其实这种感觉 大家都明白 心里都明白 只是不说而已 假设说让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 假设说让李线剪个头发 不好看 那理发师全责对吧 就是李淡剪个头发不好看 李淡全责对吧 然后当时就是 还有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时我烫那个头发的时候 那个发师问我 他说你一共有两种类型 你打算烫哪一种类型呢 第一种就是不需要怎么打理 然后也挺好看的 还有第二种就是 需要你每天早晨起来都打理 但是打理完之后会特别地帅 就如果他不问我的话 让我自己说 我肯定说 你给我弄个不需要打理的吧 对吧 但他这么一问我 就以我这个小 最强的这个小脾气 我肯定选那个需要打理 但很帅的呀 因为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挑战生活嘛 我当时我想 我要变好看 我要扼住生活的喉咙 结果现在局面 大家也看得出来 就挑战失败了 就不仅没扼住生活的喉咙 还让生活薅住了头发 薅得死死的 就我现在套完这个头发 就有一点特别尴尬什么 就是我这个头发 就需要打理才会好看 然后我不会打理头发 就如果我不打理的话 它就不好看 就如果我打理 还不如不打理 就是 真的就是 我没有骗你们 就是我探完这个头发 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 我整整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打理我这个头发 结果我出门之后 见到我朋友 我朋友见到我之后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这头发探完之后 你得打理 就是 我说我我知道 我今天没来得及 好 谢谢大家 讲证多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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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的语速的感觉 很清 很清楚 很清晰 其实说来说去就这么点事 就没啥内容 确实是没啥内容 我现在回味了一下感觉 就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事 不是 其实是因为我的逻辑比较好 我技巧比较高 我把它故意的 就是我能让观众一句话听明白 这是一种技巧 是 是 是 把这个灯给我抠回来了 但这确实是技巧 其实也就是没有文化 其实差不多是 不不不 有一位很厉害的评书演员 叫王岳波老师 王岳波老师呢 他讲 聊斋讲得特别好 他有一次讲那个 英宁那个故事讲得太好了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很震惊 说这个聊斋故事怎么这么好 他讲了好几次 有几个小时 然后这个朋友回去翻开聊斋 发现他讲那一段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趁开了讲的 这个是评书的技巧 非常好 厉害 真的很厉害 我刚才就是因为我拍得有点早 前边的都拍得晚 就这次拍得早 后来他又说了两三个 特别好的梗的时候 我就下意识地这样 发现就一个灯 所以你们下一季 下一季可以改一些技术征集一下 这儿放好几个灯 就我是四个灯是吧 对 就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 大家一起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就不得不问一下了 那你觉得是何广志优秀一些 还是杨丽优秀一些呢 不过他们俩都优秀 但是何广志讲到一个丑男的心声 给我采生了深深的共鸣 深深的共鸣 就一瞬间我入戏了 我觉得那个为了发型 痛苦不安的人 何老师你也探过头啊 你也探过头啊 我没探过 但是就反正也做过很多补救措施 这是张雨琪老师根本理解不了的 所以他能给灯完全是敏锐的 艺术上的洞察力 而我呢 而我仅仅是采生了深深的共鸣 深深的共鸣 好 那我们恭喜广志获得三灯 进入晋级区 大家好 我想先问一问咱们现场的女生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做美甲吗 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我女朋友特别喜欢做美甲 而且她做完美甲那一天 整个人特别开心 手务足道的 莫名其妙跟我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你感觉她也不想赢 她只想出布 我一开始不太理解 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来修饰自己这么细微的一个部分 然后她就跟我解释 她说做美甲对于女生来说 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消费体验 因为一般的美甲店的环境都还不错 对吧 你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指甲油的颜色 你可以看见自己的手指慢慢地变好看 美甲师还会攥着你的手说 哦 你的手真好看 对吧 没有哪一个部分是会让女生不开心的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我们不会太在意这种消费的体验 我们只在乎结果 你给我结果就行了 我甚至觉得有些消费场景 只针对男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商圈一层的十元快剪 十元速剪 十块钱快速给你剪一个头发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次 那一次就够了 说实话 十元快剪真的太快了 效率也太高了 你进去没有理发师跟你说话的 我进去那个老板看了我 朋友们 我上次用 跟别人打招呼还在高中的时候 让同桌把卷子给我看一眼 我就坐下来 一般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提自己的需求 对吧 给我来个墨西干 但是在这种十元快剪 你没有这样的权利 是老板告诉你 你能剪什么样的发型 因为他只会两种 光头和寸头 不然为什么快呢 一个男生突然要剪光头和寸头 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还在那考虑这件事情 老板的推刀 已经开始推我后面的头发了 我说老板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还没有想好 他说没有关系 无论你选哪一种 我都要推你后面的头发 我说那你上面好歹给我留一点 他说行 寸头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寸头就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他就火力全开了 拿推刀直接上 我感觉自己就是错过了 一通震动的微阶来电 他就剪完了 非常的快 非常的迅速 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在进到这家理发店的时候 我发现 它跟一般的理发店不太一样 它没有洗头的那种水池 它连喷壶都没有 这家店没有一滴水 我在想他怎么清理我的这些碎发 这个时候老板从天花板上 拽了根管子下来 再把开关打开 那是个吸尘器 有谁要在天花板上 掉一个吸尘器 你们有被用吸尘器吸过自己的头吗 你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 你会觉得我脏了 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了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没假店做没假 她还没有开始 这个好玩 我就剪完头发出来了 她也很诧异 很快吗 什么感觉 我说便宜 但没有尊严 所以我现在 我再去到一般的理发店 那剪个头发 七八十块钱 上百块钱理发店 我没有觉得特别的贵 我觉得 哦 我也太开心了 这帮朋友也太耐心了 对吧 你还没有进到门店里面 他们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 先生 一位是吗 一位是吗 好的 娜娜一位冲水 娜娜就在那 我都看见娜娜了 但有这个东西 显得特别专业 我觉得全中国 最像特工的一帮朋友 就埋伏在各个城市的 理发店里面 娜娜温柔地给我洗完头之后 她会给我引到座位上 还会提示我 注意脚下的台阶 我坐到座位上 娜娜给我一个iPad 里面有个发型裤 几千种发型 任你挑选 光寸头的寸法 打了一百多种 选定之后 Tony老师还会来跟你确认一下 先生 这个是吗 这个是吗 OK 然后他会用梳子梳我的发露 朋友们 他超温柔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简易到他梳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通 再把我的头摆正 看一看镜子里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理发师 你得有一些专业的动作 对吧 来让你的顾客感到放心 很多男生都有这样的体验 你在一个理发店里 待待两三个小时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有这两边的饱和度 稍微低了那么一些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样的理发店出来 整个人自信很多 对吧 我再见到我女朋友 她说 你什么感觉 我说贵 但贵贵的道理 谢谢大家